江林七十二月十九日 黑暗时期的信德 攻读明长纪十三章二到七节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那时在佐拉有一个人属于丹子派 名叫马诺亚 他的妻子是个师女从未生育 上主的使者显现给那妇人 对他说 看你原是个师女从未生育 但是你要怀孕生子 今后要留心 清酒和浓酒都不可喝 各种不解的东西也不可吃 看你讲怀孕生子 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从母胎就是陷于天主的 他要开始从培列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 那妇人随去告诉自己的丈夫说 有一个天主的人来到我这里 他的容貌好像天主的使者 极其威严 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对我说 看你讲怀孕生子 从今以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各种不解的东西都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从母胎一直到死 是陷于天主的 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三松 孩子渐渐长大 上主祝福了他 上主的神开始感动他 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感谢天主 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我们今天读的是 《明长记》 三松的故事 三松是明长记 一个非常特殊 也非常有吸引力的 这么一个明长 伟大的明长 那么我为什么今天的默想标题 用黑暗时期的信的 实际这是从福音而来的 我们今天要读的福音是 圣卢家福音第一章五到二十五节 这第五节第一开始就说 黑洛德为犹太王的时候 这一句话 黑洛德他代表着一个黑暗的时期 对以色列子民来说 这是一个黑暗 因为黑洛德 这是一个 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坏的帝王 那么伽加利亚的故事 也就是吸着若汉的诞生 被放在黑洛德的 这么一个背景下 它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个信的 它在一个黑暗的背景下 那为什么我要说黑暗呢 首先这个黑暗 咱们先看说黑暗时期 代表什么时期 黑暗的时期 表示信德走向成熟的时期 话句话说 这是一个形成期 复杂期或过渡期 咱们如果读 今天你读了这个明长记 读三宗的诞生 你就 我想大家能够看到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 好像有一条线 就是有关 天主的人诞生 都有一个不太容易 比如特有第一个 那就是伊萨格的诞生 其实后来连 雅各伯的诞生 都不容易 因为伊萨格诞生的时候 亚巴朗一百岁 就是不生育才生了 后来雅各伯诞生 这个伊萨格是六十岁 并且雅各伯诞生的时候 和他的哥哥厄撒乌 在母胎中就打架 后来若瑟的诞生 若瑟呢 因为他母亲生 他生得很晚 也是伊萨格诞求了很多时间 天主才赏得他 后来美色的诞生 美色诞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差一点 正好赶到犹太 赶到这个埃及 法郎在杀犹太的男孩 那么后来就是 这个三松的诞生 在冥长纪里面 后来我们又知道 撒木尔的诞生 就是冥长纪后面的 最后一个冥长 冥长纪里面的 最后一个冥长 撒木尔大冥长 他的诞生 对三松有点类似 我们就看在圣经里面 有这部一连串的诞生 当然 旧约圣经也是新约了 那就是西哲若汉的诞生 我们刚读的 杂加利亚的这个故事 那么也就是说 我把这一切都成为一个黑暗时期 什么意思 就是考验期 这是一个考验期 也就是说 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是在黑暗的考验时期 形成的信德 这个信德 我们读了三松的信德 咱们如果有时间 你们把鲁加福音读一下 因为我主要还是要讲鲁加福音 鲁加福音 鲁加加利亚 天主显现给他 要赏给他一个儿子 就是习者若汉的诞生 习者若汉的诞生 三松的诞生 他形成了什么 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线 也就是说 三松的诞生 习者若汉的诞生 和前面 都属于天主的诞生 天主要 这个诞生表示什么 表示一个信德 那都在指向 耶稣基督的诞生 他是信德的创始者 和完成者 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生 孩子的这个生的过程 其实就是代表着 我们人类信德的 这么一个生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背景是什么 是一个黑暗时期的背景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 什么算是黑暗期 我想黑暗期 属于一个形成期 复杂期 过渡期 什么叫形成期 也就是我们的信德 需要逐渐的走向成熟 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圣祖亚巴朗 伊萨克 雅各伯的信德 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圣祖的信德 逐渐有不完善 走向完善 有不成熟 走向成熟 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 这也是一个复杂期 因为是个形成期 它也是一个考验期 信德的旅程 本身就是一个考验的旅程 我们看圣祖们的信德 都是不断的被进化 被修正 被教导 所以这是个复杂期 复杂期 不容易判断 意思说 这个情况很难 特别是我们读的 民长的信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 三松这个民长 这个民长 你说他的信德大呀小呀 我们很难看 因为民长们 好像他们的信德 都有点缺陷 比如说在这个 民长记里面 记载的 有一个民长 叫基德红 天中要求他 去拯救以色列子民 他非得一样 天中要记号 要一个不够哈要 那表示 实际上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在一个黑暗期 人的信心都不足 所以这个信心不足 太叫信心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今天 我们今天多大了 我们的信德 从小到大 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就像今天的你 你发现 你的信德 实际上 不是光某一个点上 才是 你从小到大 整个的形成了 你的信德 就是说 天中要带领着你 让你的信德 从不完善 走向完善 那么这个走向的 这个过程 其中的那个不完善 也属于我们的信德 也就是说 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本身就带着一个 不完善特色 所以今天当我们说 哎呀 我的信德很小 好 对了 你说你的信德小 那我们的信德小 就是正是 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我们一直就是 小信德的人 小信 主耶稣说 小信德的人 你为什么怀疑 实际上说的什么 小信德的人 就是我们的信德 那我们的信德 在走向一个完善时期的时候 不断的成为一个小信德 你比如这就是三松 我们知道 还有这个三松的故事也是 三松的故事 他的信德 虽然这个人 他勇猛 勇敢 都向上他的信德 但是的确 他在伦理道德上面 好像有点 当然我们不判断 我一直讲这个 我们不能用伦理道德 去判断 圣经里面的这个 但是三松的信德 也说明他的信德 他有不完善性 比如说他为了爱女孩子 那主战的把自己的秘密 告诉人家 最后他为这个 为自己的这个 泄露天主的 给他的秘密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还有一个名掌叫伊夫达的 就是那个在六章 名掌记第十一章 记在一个名掌 那个名掌有义气 名掌很伟大 很厉害 但是他的出生不好 生于妓女 后来他自己的一生 也是比较悲情的 最后他向天主许诺狂言 把自己的女儿 也给奉献了 牺牲了 记杀了 所以我要简单的说吧 就是名掌时期的信德 所谓的黑暗时期 就是他们的信德 这个时期 有点过渡性 过渡性 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信德 无论是形成复杂过渡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信德的逐渐形成过程 他必须要经历痛苦撕裂 经历挣扎 它是一个这样的时期 我想说这叫黑暗的时期 那么我们再看若翰的诞生 若翰的诞生的时候 就是若翰的父母 特别是他的父亲 扎加利亚的那个增长 所以他也是代表着一个黑暗时期的增长 那么我想说的是 这个黑暗时期 出生的信德的这个黑暗时期 就酝酿成了 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就是说以色列子民的信德 是在黑暗中过来的 那么我们今天读的明长记 到习者若翰的诞生 中间横跨了一千多年 那么这一千多年 从三松再往前面看 伊萨格的诞生 所以说这整个的是 以色列子民一个不中断的信德 所以我想 这个黑暗时期的信德 它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是时间特征 就是当你看到 其实如果稍微读掉神经熟悉了 一读三松的故事 你马上就想到了 伊萨格的诞生 撒姆尔的诞生 喜着若翰的诞生 甚至包括梅瑟的诞生 那么这个不断的就有一条 天主让我们生的线 言辞 这个时间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的信德越接近完成 越需要谨慎 不能怀疑 因为任何怀疑 都是轻浮 缺乏敬畏 所以扎加利亚 也要为他的怀疑 接受一个惩罚 或者说 他要成为哑巴 直到孩子出生 孩子出生说 给你个惩罚 天主让这孩子诞生之日 你的口才能重新说话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也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比如说 我们的时间越来 信德是在时间中完成的 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 咱们今年多大 我们常问我今年多大了 你信德还住不住 比如说你三十岁 给五十岁的信德一样 那就说你这个人白活了 对不对 你十岁的信德 给二十岁的信德一样 那还行 那不白活了 那我们今年多大了 都五六十岁了 我们的信德还像个小孩一样 那就不行 所以说 扎加利亚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考验 因为你现在要走近 虽然说这是个黑暗时期 但是这个黑暗时期 也告诉我们说 它是接近黎明的时期 我们看看 问问我们是不是成熟了 所以信德的时间 告诉我们这个 另外呢 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时期 黑暗时期 也是个痛苦时期 我们都要经历痛苦 扎加利亚经历 扎加利亚这个三宋的父母 都要经历 所以那么这些痛苦 告诉我们说 信德它就像生命一样 生命只要出生 都要经历痛苦 哇哇的流泪 同样信德也得经历眼泪 经历痛苦 那么这种痛苦呢 其实也是一种黑夜 那么我想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信德 可能都需要经历一个怀疑的过程 那这个怀疑是说什么 不是说是自然的 就是原罪给我们留下了怀疑 深入我们人的骨髓 并且是越是天路的事 我们越容易怀疑 所以黑暗中的信德 也包括要医治我们怀疑的 医治我们信德的怀疑 所以萨加利达怀疑 就要经历信德的医治 那就是说让他成为哑巴 让他成为哑巴 天路在让他开他 这是个医治的过程 最后我想说的 既然我们是黑暗时期的信德 那当然光明 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出生 都像光明一样驱走了黑暗 所以圣罗王宗徒所说的 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就不能胜过他 那以色列子们的信德 虽然充满了黑暗 充满了怀疑 但是从亚巴朗到伊萨格 从伊萨格到雅各伯 从雅各伯的儿子们 我们看创世纪 看宗徒们 看圣经 看到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黑暗 特别到越到后面 黑暗越多 有时候 比如雅各伯的那十二个孩子 你看 楼本了 犹大了 还有他的孩子们的各种各样的罪过 再到以色列子们的罪过 或者再到咱们今天天主教会的各种罪过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黑暗 我想这样我们就要 我们就明白了 教会里有黑暗 因为我们的信德都要从黑暗中照耀 黑暗无论多么强 光明都要胜过它 所以我想今天咱们过这个江临期 我们要祈求天主 让他的光驱走我们的黑暗 驱走我们的哑巴 驱走我们的怀疑 我们的信德是在光明中出现的 所以江临期就是要越过越光明 咱们在时间中过江临期 今年是2018年的江临期 那么明年后年 我们的信德更应该怎样呢